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空军司令部库存中的F-16战斗机 这些战斗机计划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逐步淘汰 TFX的尺寸在F-35与F-22之间长约60英尺 翼展39英尺 据美国驾驶网站3月17日报道 土耳其的TFX下一代战斗机的首架原型机已完成一系列滑行测试 于18日正式下线 其制造商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泰梅尔·科蒂尔 今年1月曾表示 这款战机今年可能实现首飞 TFX项目于2010年启动 目前看来已经达到重要的里程碑 土耳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先进战斗机计划 希望首批飞机在2030年开始服役 这架原型机的新照片 再次展示了飞机前端的新型传感器配置 包括一个位于价值舱前方机笔顶部的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 和机身头部下方的光电瞄准系统 这种配置在目前已投入使用 或正在研发的先进战斗机设计中独一无二 一直困扰外界的一个问题是 这款飞机到底使用什么发动机 从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公布的照片来看 这款原型机的发动机排气喷嘴 看起来与通用F110系列发动机的排气喷管相似 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最新计划是 暂时使用F110涡轮风扇发动机 为TFX提供动力 最终目标是改用国产发动机 近年来 美土关系恶化 引发了对土耳其是否会批准 为该项目采购更多美制发动机的猜测 土耳其被提出美国F35项目 和采购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引发的争端 促使该国更加重视本土武器系统的开发 包括TFX项目 尽管如此 仍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 专门为TFX飞机采购的F110发动机 去年已交付土耳其 土耳其早些日后 曾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 讨论过发动机合作的可能性 但由于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 未能达成初步意向 此前也有人提议 是用俄罗斯发动机 但这从现实和政治角度来看 似乎都难以实现 关于这款飞机性能和能力的其他具体信息 包括隐身性仍然有限 该项目的预期目标 是开发一款具备低雷打反射和高性能 同时拥有最先进的航电系统 和其他先进系统的战斗机 总体而言 这款飞机的外形 更像F22猛禽隐形战斗机 而不是F35 从我们目前见到的照片来看 其基本配置和极限设计都与F22类似 但身形比后者小得多 该项目能否按照预计的时间表推进 以及在2030年之前 能否实现大批量服役 仍有待观察 土耳其目前还希望采购更多F16战斗机 这反映出该国队战斗机的迫切需求 在被提出F35项目后 该国需要更多新战机 代替老化的F4E2020终结者战斗机